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中国的新华社经常发表一些很奇葩的文章 最近新华社高调发表了一篇社论 这个名称叫做 美国与中国锻炼,是自断经末 这是6月11日中共的主要喉舌新华社的社论 它攻击美国的一些政客 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 把矛头对准了中国 并且竭力推动与中国经济的脱钩,锻炼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一个决议 就是要求与中国脱钩 中共的新华社指出 美国这样做是自断经末 会搞垮美国经济 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且是在搞古典主义 我的网友宾玉就神回复 说美国既然选择了自己把自己的双脚砸残废砸断 那不是中共闷命以求的吗? 这样中共就不必再发动这个病毒战了 不必再发展核武器造飞机大炮了 这是多好的事情要对于中共 所以说你新华社对此有什么意见呢? 你到底站在什么立场? 为什么要对美国如此关心? 到底是黄厨狼给击败年? 还是起人忧天? 中国经济如此强大 为什么害怕美国自伤自残呢? 为什么害怕要与美国脱钩呢? 所以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很不合正常的逻辑 我今天就想带领大家来看看 中美经济没有上链之前的情形 我们知道美国独立之后 大部分时间实行的是孤立主义政策 而且孤立主义导致 它跟世界各地都尽可能的不冲突 它不参与欧洲的争治 也不参与欧洲的战争 所以它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到了二战前夕的时候 美国的GDP曾经占到全世界的60% 你想想多么惊人 而美国的人口呢 大概只占全世界人口的那时候 只有2%左右 到现在美国人口也占全球的 只有4%点几 但是呢 这个二战爆发了 这个罗斯福总统就说了 邻居家失火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因为否则的话呢 那个火会烧到我们家来啊 因为当时美国的商船 经常在大西沿被纳粹这个 这个给集成 美国的经济 就是面临着很多的这个麻烦 因为这个就是与全球的这个经济联系 被中断了 毕竟呢 人类经济呢 它是需要一定的联系的互通有无的 所以说呢 最终呢美国呢 开始呢 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呢 实行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 当然这种制裁呢 急弄了日本 使得日本呢 悍然 这个偷袭珍珠港 而且呢 德国呢 希特勒也趁机呢 向美国宣战 结果呢 美国呢 就是被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呢 二战的投入呢 美国实在太大了 想想美国那时候一年都造五架 五万架战斗机 相当于全球的大概也百分之六七十 加上美国人呢 认为维护人类和平呢 已经成为自己不能推卸的责任 所以呢 美国呢 承担了太多的义务 在世界各地驻军 那时候最高的时候 曾经有一千多个军事基地 要知道这都花美国人的钱 而且呢 美国人对于占领国的经济也是扶持的 包括德国日本和任何一个他占领的国家 他拥有军事基地的国家 而且这些国家导致后来呢 都讹诈美国 拼命地问美国要钱 我们知道德国日本迅速崛起呢 也跟美国的援助有关系 美国曾经用马歇尔计划来重振欧洲 也就是提供大量的美元 要知道那时候的美元是非常值钱的 美国也对日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优惠和援助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美国经济所占的全球比例 一路下滑 从占前的百分之六十下滑到五十年代的百分之四十五 后来是百分之三十 到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只占全球经济的 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 或者多一点 所以说呢 这就是美国结束孤立的结果 就是说历史 这个事实呢 告诉我们 自力更生的美国会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伟大 而与各国关系亲密 则会使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 甚至使美国经济每况愈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呢 虽然有很多缺点 但是当他主张美国优先的时候 仍然吸引了大量的美国人的支持 美国优先 其实呢 从历史上来看呢 就是要恢复美国的光荣孤立政策 这是美国在二战之前 尤其在一战之前 坚持了上百年的政策 而反观中国呢 秘密派出这个数十万大军到朝鲜 偷袭联合国联合国军之后 也就是说参加朝鲜战争之后呢 中国走上了孤立的道路 被迫孤立的道路 走上了 也就是说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那是一条贫困饥荒之路 直接导致中国人民饥寒交迫 牛马不如 而且呢 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被饿死 其他的中国人呢 也都生活在饥饿的挣扎线上 就是始终都是面临着饥荒 我那时候呢 经历过那个年代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 所以我知道 中国那时候的城乡居民 生活非常艰难 农民甚至连大米和小麦都吃不上 一年到头 主要以芋头为生 这就证明了呢 中国人的这个自力更生呢 是一条衰亡之路 因为中国呢 虽然人口众多 幅员辽阔 但是呢 本质上呢 他没有创造力 他不能创造财富 他只能消耗人类文明 因为中国人呢 真正擅长的互相折磨 互相虐待 互相坑害 而不是擅长创造财富 所以说呢 每当中国闭关锁国 就必然很快地走向衰亡 一直到呢 中国走投无路之后呢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 中国依附于美国经济 就像一群吸血鬼一样 大肆地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践踏国际贸易秩序 再加上成功农业剥削 中国的数亿农民工 所以才赚了一些钱 创造了所谓GDP第二的成就 但是中国对自己的 这种国际地位 依附就是说呢 是人类文明的接收者 和这个吸血鬼的地位呢 毫无认识 反而嚣张起来 狂妄起来 认为自己有很大的能耐 甚至悍然对西方发动病毒战 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一个 疯狂的十恶不赦的道路 即便就是为了断绝病毒的 再次入侵 彻底杜绝中国的病毒战 西方也必须与中国彻底脱钩 否则别的不说了 中国随便在商品里面 在这个邮件里面 加点病毒 寄到美国 寄到欧洲 在美国 在欧洲的这些 中共的外交官 把这些这个毒品呢 就可以 就是说投放到社会上 或者通过外交邮带 中国的外交官 都能够把病毒 投放到这个 美国的超市 欧洲的这个车站等等 从而呢 让这个美欧呢 长期在病毒的这个泛滥中 这个成冷 而且呢 最终也会让整个人类 鸡犬不宁 永远没有安身的日子 那就更谈不上经济发展了 所以说呢 与中国脱钩呢 其实还是最保守的 最基本的策略 或者说是战略 下一步就可能 向中共追究责任了 然后呢 就可能对中共 发动军事打击了